就是像这样,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先输出一个它的栏位名称 再来就分别把一个一个的那个弊别名称先列出来 然后面的话再加上一个逗点 再加上第一个资料 再加上一个逗点 再加上第二个资料 那你会发现它的关系一定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它里面的第一个 那这个是第二 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 就是说前面 所以我有 画一个那个 那个关系图 就类似像这样 因为用以sale来表示应该比较清楚 如果说我今天我先把它 显示出来 比如说我今天要print 底下这个比较简单 print它的名称 弊别 逗点 现金买入 现金卖出 然后再来的话 n n的话指的是从0开始 到它总长度 L1n 这个list OK 里面的所有长度 就所有东西列出来的话 那我先print一个就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print 假设我先把币别先print出来 比如说这边把它print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print出来之后会长 像这样子 就是把所有的币别 先列出来 美金 港币 也要一直到人民币 这个 那前面刚好讲过啦 就是加一个strip 就是 这个地方的话 把这个程式部分的话 再加一个什么print Data name 它的第n个 它从第0个 0的话美金 然后面的话 记得加一个 Dent Strip 小刮壶 这个还蛮好用的 就是去除那个控宝 但是呢 我后面要怎么加 后面的现金买入跟现金卖出 然后关系基本上就是 这边放 Data 2的什么呢 刮壶 如果我放个N进来会怎么样 它会变成抓 什么呢 抓第0个 然后再来的话 应该是 后面再把一个第1个才对 会变成第0个 第1个 第2个 第3个 就变成两个两个这样放 这问题要怎么做 如果你程式写这样 假如我今天后面串一个 加上 那个一个 豆点 没问题 再串接什么呢 串接 这个 Data2 这第几个 那假如说我今天 第n个的话 也不对 因为n的话 它会是 假如我这样 假如我先试一下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豆点 然后后面加上 第几个 那我把它输出的话 它会 排列的顺序 当然就会有错 比如说它就第1个 它只会排第1个 这个变成说 美金的第1个 跟美金的第2个 变排在下面 所以我希望怎么样 它能够把这个 排在它后面 而且规则又要正确 这个就是 我想很久的地方 后来我想了一个方法 那用讲的有时候太抽象了 所以我后来就想 用以色尔画一个 对照图 基本上 它要取的那个关系 这个n 一定是 0到17 有没有 它的长度 它的0到17 那可是我旁边的东西 data2 是 先 第0个 旁边一个 再比它多一个 这个是2 再比它多一个 所以 它跟它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 所以好像我是这样思考 第1个 它跟前面的n什么关系 如果今天这个b栏的东西 跟n的关系应该是 什么 n怎么样 刚好有没有发现 什么关系 对乘以2 那 这个c栏的东西跟n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double然后再加1 对不对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吧 所以 其实我平常就是 先 想一下 然后我再怎么样 把这个关系 写到我的公式里面 就OK 所以我这边 把它n 乘上2 OK 然后呢 再串接什么呢 这个 因为 只有 后面 后面有什么 加多少 加1 好 写完了 看懂的意思吧 然后呢 我就跑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这个程式就是 就是要想一个策略把它秀出来 那结果会不会是对的 29.15 29.0 没错 港币 有没有发现 它就按照你的 顺序 一个月放进来 应该可以懂我刚刚做的方法 其实没有很复杂 我都是用比较简单 好理解的方式来做 所以也就是说 刚刚好 如果你现在不是很清楚的话 这边有画的关系图 反正基本上 这边 A栏就是N 那我要怎么产生 B栏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刚好它两倍 所以我是把N乘以2 所以它的公式N乘以2 那这个的关系是 刚好是它两倍再加1 所以是N乘以2 再加1 这个公式是 我看到 把它变出来 OK 不是说凭空的 没有那么厉害 我是 见招拆招 这次无招胜 就不是说 特意把它变出来 而且没什么 反正就是这样的规则 变出来之后 显示完的结果 各位可以看到 现金买入 就出来了 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再来的话 请各位 多做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题 如果我希望 最后的结果 看到的 请你把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现金 请你把什么呢 把集齐也加进来 假如我希望 多加一个 现金买入 跟现金卖出 那如果我希望 在python后面 请你再帮我补什么 补这个 集齐 买入 集齐卖出 那下面的话 也帮我把这个东西 应该没有问题啦 反正 就见招拆招就对了 OK 其实最重要 照抄也OK 我程式码都有放上去 你要连改的能力都没有 那就真的是很糟糕 基本上 python我不希望说 每个同学都能够 从头写到尾 但是至少 你能够把我的范本拿来做修改 改得出你要的东西 那至少 我觉得你应该 基本应用没问题 没那么厉害 每个都是 层次高手 其实层次高手也是从复制贴论开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然后呢 后面的话 请各位 就一个变化题 就是 再把那个 集齐的部分补上 集齐 OK 那集齐部分要怎么补上 这个 请各位思考一下 我觉得这应该 不算太难 如果你刚刚有听懂我在讲什么的话 后面集齐要补上就很简单 那再来其他 就是思考说 可能再去抓其他网站的资料 可能像如果你这个 台银的抓得下来 那是不是什么其他像 其他家像玉山的啦 或者是说像什么 台银的啦 每一家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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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也可以写一个爬床 随时去爬 每一个 因为每一家都不一样 那你是不是可以 全部 就全部有汇率的网站 通通爬下来之后 比较一下 哪一家的最优惠 所以像有些App 好像有这个功能 就比如说哪一家 你如果要去 去日本 那你要爬一下 你去哪一家换 是最划算的 对不对 那你不是要去找各家 各家的 汇率呢 就帮你爬下来 那爬什么 爬现金的卖出汇率 那再帮你做 就是排序一下 他就知道说哪一家 最划算 诸如此类的 不只是这些 其实甚至有一些 网路上蛮多那种买东西 也教你 比价 比价很重要 对不对 差一点点就差很多 要买手机也是一样 去哪一家买最划算 对不对 那你又电子商务公司这么多 最近又 除了默默之外 最近后起之秀那个UDM 联合报好像也蛮厉害的 我看他常常我点过的东西 他一直秀出来 然后还给你打个九折 本来不想买 看到 打了九折就觉得 有打折了 就会有点心动 另外一下比什么 比那个出国 像 订饭店也这样 我发现订饭店的那个 花样更多 一堆嘛 像Hotel Agoda Hooking 有没有一堆 就你发现 同一家饭店真的有不同价格 广告不是打得很凶 书发狗不是跟你讲 但最后书发狗我觉得没用 最后还是要自己比 而且他有什么折扣代码 还有什么不同的时间 还有出发前跟出发后 你也不能太早订 也不能太晚订 便宜的价格都是早鸟后晚鸟 晚鸟就反而是最便宜 什么叫玩鸟 就是当天 房间都还没有卖出去 你当天订最便宜 但是当天订的风景太高 尤其你出国旅游的时候 当天订没有怎么办 自己一个人还可以 如果说你是 全家人你去 那不行 这个当然里面有很多 所以如果你懂得网络爬虫的话 其实可以 也是独立出一个APP 专门就帮人家收集资料 对不对 你可以网络马上知道 最新的即时讯息 十一住行遇乐什么都可以 但是以后什么 像现在 选举快到了 选举选情也是很重要 你要把网络的舆论 对某一件事情 大部分人的正面或反面的意见 你怎么知道到底哪一个台 所以你如果说能够用网络爬虫的这种 网络探勘的能力的话 其实你可以收集到 比别人还多的情报 你做的决策相对的也会是比较正确的 这当然也是大数据分析的能力之一 大数据分析其实就是 集最多的讯息之后 做出最客观的判断 这里面的话 以前可能需要 累积很多的经验 你可能是 很资深的人员才有办法做的判断 但是透过大数据分析 其实你做出来判断 会比资深人员做的判断还更精确 比如你卖这东西为什么比较 大家为什么喜欢 或者不喜欢 也可以预先知道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的那个变化 现金买入跟现金卖出 然后把它变成 集齐 买入跟集齐卖出 那做完之后的话 除了外汇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去查查 其他家的 银行汇率 也一样试试看能不能把它抓下来 然后做比对 你有一间两间三间多间的话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另外呢如果除了汇率之外 太多东西可以做 像黄金 可以 可以啊 或者什么 其他投资的一些金融商品 可以啊 如果你全部都把它做完的话 不得了 以后这个就是你的专业 那其实现在什么 推 金融三点 就什么 Fintech三点 实际上就是希望做到这些 全面的自动化 好不然都要及时工作 他每天都要去捞这些资料 多浪费时间 如果他能够一键全部掌握所有讯息 他需要知道的就是得到最后的答案就好了 这样不是多么 对 现在还叫做秀才不出门 门知天下事 现在秀才 不是像以前读那么少的 这样的秀才一定要会写程式 现在不会写程式 称不上秀才 所以上礼拜那个春祥 拖的那个文 对啊 大陆的那个高考 已经要考拍摄 这实在是 如果可以预期的 未来台湾应该 我想慢慢也会跟进 那 再来会怎么演变 因为 你如果脚步比人家慢一步 我觉得你的机会就 就没有了 所以其实未来 要往哪个方向走 大环境一定会改变 当然 有的时候 你与其说等到大环境 需要的时候 你再去学习的时候 像这种东西 这种技能 怎么可能说你想学 再马上学会的 一定是你比人家先 累积的经验 而且要用对方法 所以学程式 最怕是你 学的方法不对 不对 不然的话真的很痛苦 难怪很多人学程式 会学不下去 那我的方法尽量就是说 用 简 比较 简单一点的 而且你们学起来应该相对也会轻松 拿来做修改 至少范本你懂了之后 拿来做修改 所以请各位 能力好的同学 回去 一定要多多练习 上个礼拜 智高同学回去 也把那个 写到 Filebase 所以这个外汇 也可以看到 再把它改 SQLite版本 或者是改Filebase版本 Filebase其实 它最多可以存1G的空间 我想应该足够 1G 这些东西算起来都才几K而已 要能够存到1G的资料 不知道存到什么时候 绝对也 够用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